欢迎大家收看澳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1月的炎热可能会让你措手不及 而粗心的领导者往往会受到烧伤 低成本、高回报、勒索澳大利亚的黑客 纳达尔在布里斯班输球中受伤 澳网希望受阻 外园中的巨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最终可以取代卡明斯 275澳人看一次全科医生 澳大利亚人无法承担救命的皮肤癌检查 请大家收看 1月的炎热可能会让你措手不及 而粗心的领导者往往会受到烧伤 悉尼先驱晨报 1月份已成为澳大利亚政治中一个重要的月份 这段时间发生了极其重大事件和权力转移 历史上 12月份以政治动荡和领导层变动而闻名 但近年来 1月份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月份 这可以归因于各种因素 包括通常在这个月份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 如山火和洪水 这些自然灾害使政治家们处于危机状态 并考验他们的领导能力 此外 1月份已成为文化战争的战斗季节 特别是由于对澳大利亚日的持续争议 政治家们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激烈的辩论 并使用煽动性言论 此外 1月份也是新年故事的开始 政党希望重新开始 并为接下来的一年定下基调 文章指出 1月份的政治气候往往能决定整年的政治格局 使其成为政治家们至关重要的时期 低成本 高回报 勒索澳大利亚的黑客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正经历勒索软件攻击的激增 网络专业人士警告称 这已成为新常态 组织内部需要进行文化转变 澳大利亚以前并不是网络犯罪分子的主要目标 但最近情况发生了变化 根据澳大利亚信号局的数据 2022年至2023年期间 针对澳大利亚服务器的黑客攻击超过了12万7千次 比前一年增长了300%以上 网络专业人士表示 对网络安全的兴趣和投资不足 导致澳大利亚企业在准备方面存在不足 纳达尔在布里斯班输球中受伤 澳网希望受阻 英国独立报 拉斐尔 纳达尔在布里斯班国际赛中遭到乔丹 汤普森的艰苦失利 并在比赛中需要接受医疗治疗 纳达尔错失了三个赛点 最终在3小时25分钟内输掉了比赛 这位西班牙选手承认 在同一部位感到肌肉疲劳 而这个部位之前曾经让他接受手术 纳达尔对自己参加澳网的能力表示担忧 并表示他将在第二天评估自己的状况 外园中的巨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最终可以取代卡明斯 悉尼先驱晨报 前澳大利亚板球运动员罗德尼 霍格对测试板球的未来 以及澳大利亚发展新领导者的需求表示担忧 霍格认为 由于22场比赛的日益流行 以及一些国家队对较短比赛形式的优先考虑 测试板球正在衰退 他批评板球管理者 特别是印度板球管理委员会 将财务利益置于保护测试板球之上 霍格还强调了澳大利亚需要确定 下一任长期队长的必要性 因为现任队长帕特 卡明斯在未来五年内不太可能继续担任这个角色 霍格提出了取代卡明斯的潜在人选 包括史蒂夫 史密斯 乌斯曼 卡瓦甲 特拉维斯 海德和米奇 马什 但他也指出 马努斯 拉布什内和卡梅伦 格林是潜在的候选人 他认为 特别是格林 不应被急于担任队长 并应给予他时间成长为一名球员 然后再考虑任命他为队长 275澳元 看一次全科医生 澳大利亚人无法承担救命的皮肤癌检查 悉尼先驱晨报 由于看医生的费用高昂 澳大利亚的黑色素瘤未能被及时发现 尽管澳大利亚是全球皮肤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 澳大利亚黑色素瘤研究所 呼吁为高风险澳大利亚人 提供免费的黑色素瘤筛查 例如那些有红头发 很多痣或有皮肤癌病史的人 看皮肤科医生的费用不断上涨 导致人们推迟皮肤检查 一些全科医生的预约费用 甚至高达275美元 筛查计划将提高高风险人群 接受高质量皮肤检查的可及性 黑色素瘤和皮肤癌倡导网络表示 对于许多地区和农村澳大利亚人来说 预约全科医生进行皮肤检查非常困难 需求超过公益 澳大利亚皇家全科医生学院认为 全科医生应该得到更好的报酬 以补偿他们与患者相处的时间 政府考虑从海外招聘防御人才 这是一次重大转变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政府正在考虑 允许外国公民在该国军队服役 以解决招募和保留危机 国防部已设定目标要将人员水平增加30% 但目前难以维持现有人员数量 国防人员部长马特·基奥格表示 政府正在探索允许外国人加入军队的选项 重点是太平洋地区 但也在更广泛的考虑 这个想法在一些高级军事人物中引起了争议 他们认为公民身份和军事服务之间应该有直接联系 特朗普的回归可能会颠覆AUKOS计划 悉尼先驱晨报 据前澳大利亚驻英国高级专人乔治·布兰迪斯表示 唐纳德 特朗普在2024年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可能对澳大利亚与美国的AUKOS核潜艇协议产生重大影响 特朗普的候选资格面临法律挑战 可能会延迟程序直到2024年11月选举之后 如果他当选 人们担心他可能不受AUKOS决定的约束 或者可能主张不减少美国的核潜艇供应 此外 如果协议继续进行 还存在关于澳大利亚对潜艇使用的主权问题 拜登教育部长表示 大学需要确保学生的安全 彭博社 美国教育部长米格尔·卡多纳表示 大学管理者应优先保护学生 因为最近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引发了紧张局势 教育部目前正在处理 超过20个关于大学校园上反犹太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的投诉调查 卡多纳表示 他的部门愿意剥夺大学的资金 但这应该是最后的选择 因为这将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 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 73%的犹太大学生和44%的非犹太学生 在本学年开始以来经历或目睹了反犹太主义行为 又有两名选手退出了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UFC Fight Night 235比赛 雅虎 UFC Fight Night 235赛事原定于2024年2月3日举行 但遇到了两次退赛 法国选手威廉·格米斯因为之原因退出了与梅尔西克 巴格达萨良的雨量级比赛 而爱尔兰选手基辅 克罗斯比因伤退出 导致他的对手坦巴 哥林伯没有对手 英格兰将在T20世界杯揭幕战中迎战苏格兰 英国独立报 英格兰将以对阵苏格兰的比赛 开始他们的国际板球理事会男子T20世界杯未免之旅 这项比赛已经扩大到包括20支球队 并将于6月在加勒比地区和美国举行 赛程的发布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这标志着美国首次举办的重大国际板球理事会赛事 比赛将在纽约、佛罗里达、巴巴多斯、安提瓜和其他地点进行 每个小组的前两名球队将晋级超级八强赛阶段 半决赛和决赛将在巴巴多斯举行 拉斗尔、纳达尔在布里斯班国际赛中错失三个赛点 被乔丹、汤普森击败 CNN 拉斗尔、纳达尔在布里斯班国际赛上 参加了近一年来的首个弹打比赛 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输给了乔丹、汤普森 纳达尔赢得了第一盘 并在第二盘有三个赛点 但汤普森以5-7、7-6、6-3的比分逆袭获胜 比赛持续了近三个半小时 汤普森在一次33球的激烈交锋中获得了胜利 纳达尔在2022年一直受伤困扰 并接受了宽布手术 他希望在本月的奥网赛上赢得他的第23个大满冠冠军 泽威列夫应对SOS胡叫 将德国带入半决赛对阵澳大利亚 悉尼先驱晨报 亚历山大 自维列夫在悉尼的联合杯四分之一决赛中 包住德国战胜了希腊 在希腊的玛利亚 萨卡里击败安吉利克·科贝尔后 自维列夫被召入比赛 自维列夫在对阵斯特凡诺斯·西西帕斯的单打比赛中获胜 然后与劳拉·希格蒙德搭档赢得了混合双打比赛 比分为6-3、6-3 我醒来时光彩照人 这款备受喜爱的维生素C精华正在亚马逊特价销售 仅售10美元 折扣近70% 雅虎 Eclos Skincare有机维生素C精华液 目前在亚马逊上特价10美元 相比原价29美元 有很大的折扣 这款精华液含有20%的维生素C浓度 研究表明它可以改善皱纹的外观 并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损伤 除了维生素C外 这款精华液还含有植物成分 如芦荟绘枝 金铝酶 和合巴油和保湿的透明质酸 这款精华液已经收到了近2.5万条五星评价 许多用户赞扬它能够淡化黑斑和减少细纹的出现 评论者还指出 这款精华液有一种愉悦的香味 使皮肤感觉滋润和光滑 以仅10美元的价格 Eclos Skincare有机维生素C精华液 是那些希望将维生素C精华液 纳入他们的护肤程序的人的高性价比选择 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令人望而生畏的 令人激动的 在悉尼业余拳击界的一周 悉尼先驱晨报 这篇文章跟随两位业余拳击手 Katy Hollis和David Williams 他们为在悉尼的一场拳击比赛夜 做准备并参赛 推广人Estrad van der Slois 负责组织这个活动 将不同体重和背景的拳击手进行配对 28岁的演员和模特 Katy Hollis在遇到他的伴侣和教练 Luke Jackson后开始练拳 并决心在这项运动中证明自己 前职业橄榄球联赛球员David Williams 在对自己的橄榄球联赛生涯 感到沮丧后转向拳击 无论比赛结果如何 两位拳击手在比赛中都面临着强大的对手 但他们都能从自己的表现中找到满足感 文章探讨了他们练拳的动机 以及作为业余拳击手所面临的挑战 推广人Estrad Van der Suwis 在悉尼组织业余拳击比赛已经有8年了 他努力匹配技术水平和体重相似的拳击手 以确保比赛的安全和竞争性 Van der Suwis以他的道德匹配方式而闻名 将拳击手的符指置于赚钱之上 他相信信任是他作为推广人成功的关键 Van der Suwis在自己作为拳击手的经历后 开始组织拳击比赛 那时比赛卡片经常匆忙组织 Katy Hollis和David Williams 都有自己进入拳击赛场的原因 Hollis在青少年时期经历了困难 通过表演找到了安慰 后来发现了自己对拳击的热情 Williams在对自己的橄榄球联赛生涯 感到沮丧后转向拳击 并希望对自己的表现负起全部责任 两位拳击手在各自的比赛中都面临挑战 但他们都能从拳击运动中找到快乐和满足感 老板们加大压力 因为在家办公的紧张局势达到了关键点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的NZ银行 Suncorp和Origin Energy等公司 已将薪酬与上班出行挂钩 以吸引员工回到办公室 这一决定受到了专家的批评 他们认为这可能会奖励错误的事情并造成不平等 混合工作模式已成为许多办公室型工作场所的特点 一些公司要求员工必须在办公室工作 并将出勤与晋升挂钩 一些公司还在缩减在家办公政策 包括亚马逊、Facebook和谷歌 Airbnb采取了不同的方法 允许员工在每个国家每年远程居住和工作多达90天 该公司的首席数据工程师Mitash Mandankar表示 公司不是通过激励措施鼓励员工回到办公室 而是专注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合作的办公环境 澳大利亚国民银行和西太平洋银行 也要求员工每周至少在办公室工作2到3天 但不将薪酬与出勤挂钩 专家警告称 将薪酬与办公室出勤挂钩 可能会削弱生产力和工作场所多样性 相反 公司应考虑采取导师制和提供办公室设施的措施 来鼓励员工到办公室工作和合作 他们修复了一个破碎的芭蕾明星 现在这些研究人员正在教育足球运动员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芭蕾舞团的艺术健康中心 由物理治疗师苏梅斯博士负责 该中心在运动医学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帮助舞者康复并探索人体的极限 该中心使用高科技的治疗室和工作室 来追踪舞者的动作并测试他们的力量 来自拉筹博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舞者 以改进预防和康复方法 所获得的知识可以汇集运动员和更广泛的人群 澳大利亚芭蕾舞团每年演出数百场 以其严格的训练计划而闻名 该中心的方法吸引了其他芭蕾舞团 和不同运动项目的运动员的关注 前芭蕾舞者大卫 哈尔伯格将该中心归功于挽救了他的职业生涯 现在担任澳大利亚芭蕾舞团的艺术总监 该公司在过去十年中没有因伤病失去任何舞者 现在舞者们的表演年龄延长到了40多岁 由于与俄罗斯的战争 乌克兰和美国将在立陶宛进行戴维斯杯预选赛 多伦多星报 由于乌克兰持续的战争 乌克兰对阵美国的戴维斯杯预选赛 将于2月1日至2日在立陶宛举行 原计划比赛将在乌克兰举行 但由于冲突 比赛被牵制立陶宛 比赛将在维尔纽斯的同一室内印第球场上进行 立陶宛还将主办对阵格鲁吉亚的比赛 预选赛的胜者将晋级2024年戴维斯杯总决赛 其他预选赛的对阵包括斯洛伐克对塞尔维亚 韩国对加拿大 比利时对克罗地亚和德国对匈牙利等 红海战争 胡塞派无人机船爆炸开启新篇章 英国每日电讯 红海航运持续受到干扰 情况变得令人担忧 因为一艘无人驾驶水面舰艇USV出现在南红海 这艘USV从胡塞武装控制的领土发射 意图造成伤害 但幸运的是 在到达目标之前就爆炸了 这一事件凸显了几个重要问题 首先 尽管国际社会努力恢复红海的航行自由 但胡塞武装仍然继续他们的破坏行动 其次 主要航运公司正在改变航线以避开胡塞武装控制的区域 导致航运业成本增加和运输中断 第三 USV对负责防御该地区威胁的海军力量构成了战术挑战 USV为现有的空中和水面威胁增添了新的维度 需要增加资源来提供对这种攻击的防护 USV的出现进一步证明了 在红海持续威胁问题上需要可持续解决方案 因为目前的防御措施不足以给主要航运公司提供安全保障 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大板球对手将在纽约举行的男子T20世界杯的头号比赛中相遇 美联社 男子2020世界杯赛程已经公布 揭示了激烈的板球对手印度和巴基斯坦将在同一组 并将在纽约进行一场重要比赛 该比赛将于6月1日至29日在加勒比地区和美国举行 英格兰和澳大利亚世界板球另一队顶级对手也被分在同一组 赛程还显示 美国队将在达拉斯外的大草原与加拿大队进行开幕比赛 我的朋友李建民 一位英国国籍的人被中国监禁了 这是不能容忍的 英国每日电讯 中国对人权的打压 特别是在香港的行动 引发了对可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担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表示 他意图将台湾重新统一到中国 但台湾人民不太可能自愿接受中国的治理模式 中国的人权侵犯 如对维吾尔穆斯林的迫害和对宗教的压制 展示了北京政权的真实本质 自2020年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 香港的言论自由 集会自由 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都被剥夺 香港的衰落在正在进行的媒体大亨 和亲民主派活动家黎智英的审判中得到了体现 黎智英和其他几个人被指控与外国势力密谋 出版煽动性材料 并是香港亲民主运动的幕后策划者 这些指控荒谬可笑 未能认识到香港民主运动内部的多样性 黎智英一直主张和平抗议 并保护国际条约中承诺给予香港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英国政府对黎智英案的回应被批评为不够充分 虽然已经有一些努力提高对黎智英情况的关注 但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英国外交大臣应该谴责这个不公正和政治动机的审判 并呼吁立即释放黎智英 此外 英国政府应确保在本月晚些时候 中国在联合国的审查中 香港的人权状况得到突出提出 最后 英国政府应对制裁香港特首和驻香港代表李家超的呼吁 作出回应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每周的观察员 为您带来最新的新闻和深入分析 本周的新闻涵盖了澳大利亚的政治 网络安全 板球 医疗健康 军事 国际体育和全球人权等各个领域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些新闻的重要细节和我的观点 首先 我们谈到了一月份成为澳大利亚政治中的重要月份 一月份的极端天气事件和文化战争使得政治家们面临巨大的挑战 这成为了他们领导能力的考验 这也表明了政治的气候往往能决定整年的政治格局 因此对政治家们来说 一月份至关重要 接下来 我们看到了澳大利亚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 论索软件攻击的激增使得网络安全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然而 澳大利亚在网络安全方面投入和兴趣不足 导致企业在准备方面存在不足 这提醒我们 网络安全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 需要各国共同努力来应对 在板球领域 我们听到了前澳大利亚板球运动员 对测试板球的未来和澳大利亚发展新领导者的担忧 测试板球的衰退和领导者的变动 都给澳大利亚的板球未来带来了挑战 我们需要更多的投资和保护 来确保测试板球的持续发展 并为澳大利亚队确定下一任长期队长 在医疗健康领域 我们了解到澳大利亚人由于高昂的医疗费用 而无法承担皮肤癌检查 这引发了对高风险人群免费皮肤癌筛查的呼吁 以提高人们接受检查的可及性 这也提醒我们 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需要政府和医疗机构的共同努力来解决 在军事领域 澳大利亚政府考虑允许外国公民在该国军队服役 以解决招募和保留危机 这是一个重大转变 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这提醒我们 军事力量的招募和保留是一个复杂的任务 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在国际体育领域 我们看到了特朗普可能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对澳大利亚与美国的AUKUS核潜艇协议产生的影响 这提醒我们 国际关系和政治格局的变化 可能对体育合作产生重大影响 最后 在全球人权领域 我们关注到中国对人权的打压 和对香港的行动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切 这提醒我们 人权是一个普世价值 应该得到全球范围内的关注和保护 以上是本周的新闻内容和我的观点 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并留下您的问题和想法 您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